哇 下面已经有云海了 大家好 我是小六 今天我们要来山上面找红菇 这里发现一朵不是红菇 这不知道什么菇 都已经长歪了 哇 这朵也好大 好红 这个它是村民自己的山都围起来的 就是不用做一年都有好多收入了 哇 这个你看 好长 它这个根 后面好漂亮 现在已经是末期了 这个菌都不是 点像都不是太好了 如果是早期的话那个菌很亮 它这种都有点开裂了 对啊 那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红菇 树底下才有的这种 有菌种的地方才有 不是说有这种树就有 但是说要有菌种 要是这种红菇树底下才会长这种菌 它可能一天就能就能长得很大 就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就一丢丢 然后下午可能就长得这么大 哎呦 比较更大 很快的 野蛮生长 这种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 这种是叫单细胞的菌 目前为止还不能人工培育 只能在天然的环境底下才能长 它有菌种的地方才会有 没有菌种的地方 就算你有这种菌树它也不一定有 哦 再去找一下 这里有菌 那边有一朵 对 那个 这个还不多 下午就可以了 这个还不行啊 但是这种品价是最好的 你看 它也很胖 哇 这朵也好红哦 它分成一二三四五五半了 这个 这个梗好长耶 你看 好长 这个梗 小六哥 篮子 好 哇 漂亮 看 你看看 你看到没有 这里 这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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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一个 这次还没长多 对啊 这次还不行 这个那不是又下午又可以摘咯 对啊 小心一点啊 不要弄碎 这个 这一朵 这一朵漂亮 这一朵 这一朵漂亮 这一朵好大啊 哇 漂亮 哪回去煲鸡汤啊 这种是山叶草 看到没有 哪回去煲鸡汤啊 这里有发现了一朵 小心点 不能拆到那个没长出来的小蘑菇 这个摘尾去煲鸡汤 让秀长做月子的 看 来 苹果妹 让某个鸡汤让秀长安心一点做月子 让它补多一点 补一补 我摘到一朵非常非常漂亮的饼 非常好的 但是它也有点缺陷 哇 你看这里也有一个苹果妹在 这里 你看 这个就是品上最好的红菇了 像这种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瑕疵 外面已经被虫子咬了 如果没被虫子咬的话 这个卖得很贵的 那么有营养的东西 虫子 我都想咬 这里还有一朵 满满的收 太阳出来得上 太阳出来得回去了 这边的话就是采红菇的话也是 在太阳出来之前就把它采完了 然后太阳一出来 它可能就如果说像这种啊 太阳一晒它就会裂开了 就这种品价就没那么好了 甚至这个啊 这个是品价最好了 这个是长在树底下然后被撑裂开的 采了吧 可以摘了对吗 摘了 摘了 不摘它也不 它根在哪里啊 我从哪里下走 抠抠抠抠抠抠 它都是粘在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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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管了 前面还有一朵 那个不抠了 有了多种啊 哇 收获满满 我这里还有啊 太爽了 放了 要满一块了 你看 摘到这里满一块了 收获满了 你看 这一顶好啊 很香啊 哇 来 这一顶是 这一顶品价是最好的 看到没有 很胖 鱼我还胖 品价真好 一朵 今天真的是满满的收获啊 我这里一袋 品价妹那里一框 你看我这朵 超级大的 对 巨无吧 巨无吧 还有两朵很大的 好 咱们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啊 想吃红菇了 过来了 我们现在这里是 呃 广西玉莲市熔县浪水镇啊 回去了 走了